欢迎来到黄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高军军 大家看得出来我在模仿赖月谦老师的无色觉醒吗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这节目真的很棒啊 然后另外有一位庄祁明老师 他的开场白也很厉害 他还会配上首饰哦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是庄祁明 珍爱台湾 就让人民过好日子 这个是庄老师 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上一支影片 我是翻拍民进党的竞选影片 这个影片拍得非常好 但是在看完之后 蔡英文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他要怎么做 其实现在是民进党全面执政 真的可以办一个独立公投 民进党的党纲叫做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 所以其实现在是民进党蔡英文 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现在不办 为什么还要再当选四年 为什么还要再拖呢 从民进党执政到现在 已经这么多的贪腐 必按肥猫酬拥养冬场 如果再给民进党做四年 国家会不会被掏空 不要只会拍影片 拜托蔡政府告诉我们 你到底要怎么做好不好 另外有网友留言给我 说我打脸民进党 其实我不会说打脸 我其实真的只是提出不同的角度 让大家多思考 而且我真的也不会沾沾自喜 觉得我好像打脸了别人 可是有网友说 我在街访的时候 选择性的找一些 毫无准备 知识水平不高的人 来辩论 然后变赢了还沾沾自喜 我希望大家不要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开心是因为 对方听尽了我的意见 甚至答应我会关心 韩市长的政绩 所以Brian83416 你说我可以找你辩论哦 可是你都没有回复我的留言 那在这边 我非常真诚的邀请你一起直播 我不会说这是辩论啦 因为这不是输赢 这没有对错也没有是非 我们只是看事情角度不一样 然后立场不同 所以很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直播 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所以记得要脸书私讯高军军 我等你哦 香港所累积的民怨真的很深哦 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民怨 不然就不会有寒流崛起了 香港人觉得未来没有希望 台湾人也觉得未来不知道在哪里 香港人想要争取民主自由 可是我们台湾人真的就民主自由吗 蔡英文当初在民进党的初选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操纵选举 把赖清德做掉 蔡英文办了公投 却没有履行公投的结果 蔡英文限制言论自由 尤其是媒体的 只会开罚中天 然后现在还要修法耶 还要修中共同路人这个法案 就连陈水扁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是阿扁在永哥物语 他自己的直播里面说的 他说听闻这阵子 蔡英文政府严密掌控媒体 特派有民间媒体监督背景的行政院顾问 汉府方高层利用媒体要拿政府标案评审的机会 所以你说台湾真的有比较自由民主吗 我觉得蔡政府的执政之下 其实是有点专制独裁的 其实我并不是不喜欢蔡英文这个人 我是不喜欢她做的一些事情还有政策 我相信蔡英文是一个好人 蔡总统非常的稳重 讲起话来不温不火 非常的诚恳而且气质又好 向各位媒体 说明一些近来台湾各界在讨论的问题 那有些事情是需要做一些作明的 刚刚是回廊谈话 不过好像有点太轻松了 不然我们来看一下就职典礼 感谢这个国家的民主机制 扛起这个国家的未来 这是我对这个国家最深切的期待 请给这个国家一个机会 我和新政府将领导这个国家的改革 从根本的结构来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从这一刻起 这个国家的担子 我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国家的改变 态度真诚 非常的有说服力 但是一直提到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都没有听到中华民国 但是蔡总统 她偶尔还是有说中华民国 宣誓人蔡英文 中华民国 105年5月20日 这个是蔡总统在宣誓就职的影片 其实蔡总统以前是会说中华民国的 不但会说中华民国 她还会说一中是唯一的选择 还会说一个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在2000年的时候 曾经说过一个中国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且蔡英文也指出 台湾人民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 而且中国文化仍是核心 在外国人看台湾跟中国 都是中国 另外在立法院公报第89件 第41期院会记录的时候 蔡英文也曾经说过 我是台湾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第二在文化和血缘上 我是中国人 这也没有问题 第三在政治上 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其实蔡英文在以前 其实是承认一个中国 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也承认中华民国 她甚至承认九二共识 是一中各表 就是大陆讲大陆的 台湾讲台湾的 我们互相尊重 不过蔡英文后来变得自相矛盾 后来蔡英文是否认九二共识 重申九二共识不存在 不能只是不承认否认 要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 那你要什么 也必须要提出来 大家看完不用太讶异 因为蔡英文政策矛盾的事情 多着呢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韩市长 拒绝一国两制 拒绝一国两制 热爱中华民国 有人说 韩国瑜你要接受一国两制 完全胡说八道 台湾绝对不能实施一国两制 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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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my dead body 好不好 韩市长可不是现在才这么说的哦 这个是韩市长大约在二十年前 竞选立委的政见 二十年前 其实韩市长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的 看到这边 绿营的支持者 绿绿们 你们不要难过 不要崩溃哦 我不是故意要打脸的 我是尽量整理出一些资料 那最后呢 当然做决定的 还是大家嘛 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 现在除了中天 其他媒体都一面倒的在抹黑韩市长 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是在学校 在新生训练 台下有九百个学生 做这样子的抹黑嘲讽的演讲 真的让人觉得很心寒耶 很担心耶 随便制作一张劣直的图片 就去抹黑 抹人 真的没品耶 不要找理由 说是社团招生 非老师灌输政治思想 那我想请问一下 站在台上 手拿麦克风的女生是谁 是熊中女同学吗 还是外面别的学校的 别的女生来熊中演讲 不要天真以为 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哦 这个是针对性的 恶意的开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而且这样子的风气形成 我们所有人 都有可能成为 被讥笑的对象 如果上面照片的人是你 或是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你希望你的好朋友 这样被对待吗 这个是霸凌耶 不要把讥笑别人当玩笑 不要把无耻当有趣 也不要以为 披着学生的外衣 就可以为所欲为哦 年轻的同学们 一定要懂得 做人做事的道理 像这一次熊中的 新生训练 台上发表这样子的谈话 不但没有格调 也真的低估了 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民主是因为 我们可以言论自由 可以言论自由 是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 但是除了民主之外 我们还要有道德 我们更需要一个有德的政府 它是可以传达人民 爱 包容 力量 而不是冷嘲热讽 如果你是想要支持 你喜欢的候选人 你可以多帮他宣传 政机 政见 而不是在 900位新兴学子 新生训练的一个过程当中 用这样子讥讽 没有品 没有格调的方式 来传递讯息 真的不需要这样子 霸凌别人 最后还是要请大家 张大眼睛 我知道韩市长会坐在地上 会给人家半蹲拜托 和那些有钱气质好的 高级贵族完全不一样 但是选总统 不能靠感觉喜好来判断 韩市长不是圣人 社会却用显为净 放大他和家人的一切 我们真的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民进党腐败 也看不下去一个爱民如子 想要做事的人 被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 2020我们不只要终结贪腐 我们还要找回良好的社会风气 还有美德 这个礼拜天 韩市长会在彰化 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 都去帮韩市长加油打气 一定要给韩市长最多最多的温暖 还有鼓励 我们不管国民党要不要团结 我们不管其他的人要不要选 韩市长 我们韩家军永远都是你的后盾 永远都是你的力量 我们礼拜天彰化见哦 我们修ן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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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哭 udent Whew était